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桃园市就业服务处为了激励同仁为民服务的热忱 提升服务品质 特别选拔表扬服务机优人员 并且在15号举办颁奖典礼 还特制有头鹿吉祥物报诊 期许他们未来能帮助更多人 有头罗 桃园市政府15号上午举办109年基优就业服务人员表扬颁奖 选出了18位基优就服务员与13位防疫有工人员 109年度桃园市就服务透过征采活动 每合超过1万人就业 并且办理职业训练辅导民众顺利进入职场 副市长也期许他们未来能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 那我们希望劳工能有好的就业环境 那也有好的这个福祉 那这样子才能够有好的这个产业发展 这个是国家稳定的力量 那市政府今天办理这个活动呢 是鼓励我们的这些从业的这些公务人员呢 能够在岗位上努力把这个劳减工作做好 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同仁能够继续努力 那我们的这个劳工有更好的这个工作 那有社会能够更稳定 这次获奖的基优救服员每一位都相当认真 徐开祥表示之前曾有个案 透过梅河就业后还带朋友来参加咨询辅导 可以帮助民众顺利找到工作 真的很开心 未来他们也会持续努力 我觉得蛮开心 因为我们这样子做了一整年 那我们也帮助了很多民众 事业的民众找到适合的工作 那也让我们这边政府的方案 可以去持续的推动 然后让更多长大了解 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方案跟措施 那未来我们会 乐成的服务 民众提供了就业促进服务 跟求财服务 外籍移工求财服务 就业促进今天 并期许人人有同路 陶渊市就业服务处明年度将扩编 并改名为就业直讯服务处 同时增设就业安全课 也是全国唯一整合就业直讯 跟就业安全三大服务的公立救服机构 将提供更全面完善的服务 协助市民顺利就业 记者赖伟一陶渊报道 陶渊市近年来经济发展快速 陶渊市政府为了提供干净 且充足的能源 因此积极推动再生能源发展 而陶渊捷运公司 透过配合市政府政策 在青浦机场和卢竹机场建制太阳能光电系统 期望要向社会抛砖引玉 带动大桃园成为绿色城市 桃园捷运青浦机场太阳能光电系统 在众人的见证下正式启用 桃园捷运公司为了落实绿色运输理念 透过在青浦机场与卢竹机场铺设 全桃园最大面积的公有防射太阳能屋顶 期望要推广绿色能源发展 我们今天启用了青浦太阳能发电 正式要商业运转 最大的效益是我们全线 现在开始每年可以发电582万度 相当于我们可以提供1600个家庭 一整年的用电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 今天如果这样子 我们正式商业运转之后 相信算是一个炮砖引运的效果 希望能够相关的企业厂商 能够也支持这样一个绿能的活动 然后来提供给民众干净环保的能源 桃园市近年来经济发展快速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供重足的能源 并且维持生态平衡 因此积极推动再生能源 而桃园捷运公司勤普机场设置的 11078片太阳能板 预计每年发电可达378万度 将可供应1040户人加一整年使用 屋顶这个太阳能的装置正式启动 那这个装置容量总共有3.6MW 是以桃园市公有防射屋顶里面 装置容量最大的一个 那如果并去年启用的卢族机场 总共装置容量超过5MW 那其实桃园市在这几年一直非常地致力推动 所谓的太阳能装置 再生能源装置的设置 那我们从升格以来 我们的太阳能跟再生能源装置容量 也成长了将近有60倍 是全这个北部地区最高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桃园现在的经济成长动能很强 那用电的需求很大 那我们会努力的配合国家能源政策的转型 桃园捷运公司为了成为桃园在地企业指标 除了配合桃园市政府推动再生能源政策 同时也透过在卢族机场与勤补机场建置太阳能板 借此要向社会抛砖引玉 带动大桃园成为绿色城市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位在桃园火车站站前商圈的文昌公园 早年因为环境脏乱停车空间不足 因此桃园市政府透过在文昌公园 新建地下两层的停车场 借由参与市预算整修运动油气设施 期望要打造最贴近市民需求的休憩环境 热闹的启用典礼为桃园市桃园区文昌公园 地下停车场正式启用拉开序幕 随着桃园火车站站前商圈停车空间逐渐不足 桃园市政府为了有效改善商圈交通 并增加停车空间 因此编列4.63亿元 打造智慧化的公共空间 汽机车各有300多200多辆 那么也包括富幼停车位 身脏停车位 那有智慧巡车 车牌辨识 跟这个电子收费的系统 那可以讲是公园有特色 然后这个停车场也有亮点 这个案子预定1月1号开始收费 那不过住在本里的 有月租费的打折 汽机车都有打折 那我想这收费的机制我们经过评估是合理的 那地上1楼还设置有服务中心 那我们服务中心也会采取招商的方式 让便利商店可以进来 让夜间停车取车 能够更方便更安全 桃园市政府为了改善 文昌公园周边的交通与环境 除了新建地下两层的停车场 同时也针对文昌公园进行整修 而市府透过参与市预算 让民众票选出运动休憩设施 期望要打造最贴近市民需求的休憩环境 许多的市民跟学生都希望文昌公园可以改造 那这个愿望期盼了30年 那我担任市长以后 决定用参与市预算的方式 那开放让市民跟学生来提案 那么大家都一致认为文昌公园需要改造 那文昌公园需要设置停车场 那因应捷运绿线工程的进行 所以这个公园呢 我们很快地决定要进行这个工程的设计 那它非常的智慧人本 低碳永续还有友善 用这些原则来设计 桃园火车站站前商圈 因为人潮与车潮众多 因此桃园市政府透过新建地下停车厂 并提供317个汽车格 250个机车及8个重机停车格 不仅要改善商权交通 同时停车厂预计在明年1月1号开始收费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在火车站月台上常见到一些拿着相机拍摄火车风景的狂热者 这些人通常就是所谓的火车迷或是铁道迷 其中陈建雄运用自己的设计专长 制作出一系列的铁道文创商品 并且在台铁门市以及许多铁道主题景点贩售 成功将兴趣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走进月台有等待的乘客也有站长维持秩序 时不时还能看到拿着相机拍摄风景的铁道迷 陈建雄从学生时期就接触设计领域 再加上对火车情有独钟 因此决定将工作结合兴趣展开创业之路 真的是很着迷 着迷大家就是说很想天天跟他在一起 有些人笑就是说会称呼一些铁道迷 你说你刚才就把火车取回家就好了 希望说把它做成一个人生的一个职业 那因为本身就是视觉图像的这个专长 那到毕业之后也是在做广告设计这一块 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说 我们来做一些铁道的一些主题商品 那利用自己的专长去做这样子的制作 创业初期陈建雄主要以图文创作为主 然而为了长久经营 因此开始跳脱原有的思维 将纪念品和生活化的产品当作主轴 兼具实用性 但这一路走来相当不易 必须要不断的调整心态 我们刚开始拍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点羞耻感 对啊 哎呀这么好多人看着我们这样 好丢眼的样子 对啊 第一个这个心理问题要先克服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跟我们原本想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 对啊 那我们会不会碰到就是说 其实这卖不好的话下一顿饭要在哪里 对啊 每一次都很就是很认真的 我们去做功课 每一次来检讨 对啊 所以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创作的方向 就会从早期的铁道迷的图鉴 慢慢衍生为就是比如像生活性实用性的东西 除了心态的调整外 也有其他的铁道迷能够互相交流 甚至还会成立社团 而每位铁道迷都有自己的故事 像是张俊汤是铁道的从业人员 可以更直接的将兴趣融入到工作中 前几年在那个铁道博物馆筹备处 他们有在争一个蓝宝宝 就是这个图片上这些蓝色客车的一些相片 二水到台中的话 它是只有单级的车在跑 那我刚好也是运气很好 就是说刚好就坐到这个车子 那到了二水之后 它就再挂两节 那有三节车在跑 那一路就坐到车程 然后就看一看风景 那就前几年 知道那个铁道博物馆 有这样的一个摄影真稿 我就去丢 这样也沉蒙录取 我就觉得还蛮高兴的 目前的铁道商品 主要都是在台铁局成立的台铁木工厂贩售 透过一张张的影像 不只是铁道迷对火车的热爱 更是为每个时代的运输留下一个珍贵的纪念 记者有家于桃园报导 在湿冷的冬天想要找个温暖舒适的地方 来上一盘刚出炉的焗烤大餐 和热腾腾的火锅吗 在桃园巴德有一家意识餐厅 以美味料理和欧式乡村风格装潢 获得许多顾客喜爱 开业12年来已经有一票 始终掏客追随 画面上焦香奶味的焗烤鼻管面 浓郁的起司和酱料令人欲罢不能 一旁刚上桌 热气腾腾的火锅更是香味四溢 温暖美味顾客寒冬中的味蕾 这家位在桃园巴德的义食餐厅 以美味料理与欧式乡村风格装潢 吸引一票始终掏客的支持 它的餐点很多元有炖饭 有火锅有焗烤类 东西就是很丰富 那这边呢是我跟家人 或者是同事聚餐的首选 最喜欢的餐点是西班牙海鲜炖饭 为什么 光你看到它的餐点穿出来的时候 它的口感真的超好吃 你看到的时候心情超好的 在老板娘的巧手步之下 在第40年老宅顿时摇身一变 成为欧洲乡村风格的义食餐厅 老板娘希望借由异国情调的布置小物 搭配新鲜美味的食材 要让用餐的顾客放松身心 享用美味 就像自身欧洲美食国度一般 我做餐的理念是 就是想说新鲜的食材带给客人 然后这边的客人真的也很熟 一路跟着我们12年了 我们会继续把最新鲜最美好的餐点呈现给大家 正因为坚持好品质 这间在第12年的义食餐厅 路获韬客的胃口 成为到访桃园巴德游客 选择品尝美味与修气的好地方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 我们常听人讲 要认识一个区域 就是要进入到这个区域的传统市场 有些人会觉得说 传统市场它可能是在气味上 不太舒服 建筑小族现在也是一直着重于 我们整个桃园的这些传统市场 去做一个转型 甚至变成所谓的观光市场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